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HSK四级考前辅导课程 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HSK四级考试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是听力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对话题 那我们在前边呢,已经介绍了 在对话题里边,他可能会问到你时间 问到你地方,问到你这是一个什么做什么工作的人 他们是什么关系等等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在HSK四级考试听力的部分 可能会有哪些词是和时间数字有关系的 Number and Time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看的是比较难的 可能会有问题的一些词 那比如特别简单的,像几月几号啊,星期一,星期二啊 这样的特别简单的词,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说了 好的,那我们要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是秒,second 那我们在介绍听力练习的时候 常常跟大家说,听完一部分以后 回答问题的时间是十秒或者十五秒 那我们建议大家在十五秒的时间里边 用五秒的时间去回答上一个问题 那用十秒的时间呢,去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那还有就是,差几分几点 比如说,现在是十二点五十分 那汉语里边也可以说,差十分一点 那这样的说法,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而且也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能够听懂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一刻钟,a quarter 也就是十五分钟 那有的时候,在听力练习里边 你会听到一刻钟这样的说法 那如果你听到了,你要记得 它的意思是十五分钟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年 那关于年呢,汉语里边 我们在读年的时候呢 要记得不要读两千年 两千年也可以,但是中国人会读二零零零年 二零一八年 那这样的年的说法,请大家也要记住 那前年,我们有今年,明年,后年,去年和前年 那么跟这个天是一样的 但是呢,要记得有一个是很特别的 昨天,但是我们要说去年 last year,我们要说去年 这个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前年,那前年的前边 我们说大前年 大前年就是三年以前 大家要记住 然后后年,大后年 那希望这样的说法 大家也能够记住 你要在听到的时候 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那另外第三行 我们看到了前几天和过几天 那前几天的意思就是几天以前 过几天就是几天以后 可能是两天,三天,或者五天 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 好,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星期week 我们有三种说法 在四级听力考试里边 你都有可能听到 那你可以说星期一 也可以说周一 也可以说礼拜一 那么你可以说下个星期 也可以说下周 也可以说下个礼拜 那这三种说法都是可以的 都是对的 而且中国人都在说 那么你要记住 然后在听力练习里边 你在听到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听到下个礼拜 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是下个星期 那么两个星期以后 我们说下下个星期 可以有两个 我们说下下个星期 那这样的词你要记住 而且要明白 能够听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 the end of the month 月底 也可以说月末 那怎么去记这个词呢 你要想一想 how to see a weekend 怎么说周末 那汉语里面周末的周 就是week 就是周 那末就是最后的意思 所以月末 也可以说年末 当然了 底的意思是bottom 那也可以说年底 也可以说年末 那这样的说法 你记住了吗 然后还有像春夏秋冬 那在听力考试里边呢 特别是第一部分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 比如说现在是秋天了 那句子给你的是 现在是秋冬天 那这样的季节 那包括每个季节 它的特点你要记住 比如如果有人跟你说 树已经绿了 花也开了 我们出去走走吧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春天 哎呀太热了 我不想出去运动 我想吃西瓜 那这个应该是夏天 那树叶红了 树叶黄了 特别的漂亮 那这应该是秋天 下雪了应该是冬天 那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特点 那这个特点你要了解 而且你要知道这些词是怎么说的 所以呢 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也需要认真的去学习一下 那另外就是学生们特别喜欢的 寒假和暑假 那大家要记住 寒假是winter holiday 那暑假是summer holiday 那暑假呢 常常是七月到九月 寒假常常是这个一月二月这个时间 可能是二月比较多一些 二月常常是寒假 就是春节的前边和后边 那大家关于这个时间也要了解一下 好 这个是时间的词 那么关于时间的词呢 大家还要记住一点 就是说可能他告诉你在这个对话里面 告诉你两个时间 你一定要记住原来的时间是什么 后来的时间是什么 那这两个时间你要记清楚 而且他的问题你也要记清楚 比如说关于这个点 关于这个点 那有可能他会说 原来我们决定三点开会 现在改到五点了 那你要记得原来是三点 现在是五点 那你要去听 他问的是原来会议几点开 还是现在会议几点开 那像这样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 关于时间和数字 那因为大家已经是HSK四级的水平 所以呢 关于一二三四 一百两百 这样的数字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们主要看的是 1000的千 还有10,000万 特别是在很多国家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很多国家里边 10,000没有一个特别的词 但是在汉语里面有一个万 那这个万 大家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行 第一 第一呢 我们这个在比赛的时候 比如说跑步的比赛 如果你跑得最快 你就是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熟悉 但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叫倒数第一 那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倒数第一呢 比如说 有五个学生一起参加了跑步的比赛 那我们有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这个是跑得比较快的 那最后一名 也就是第五名 它是跑得最慢的 那我们就叫它倒数第一 倒数第一 也就是从反着来 不是从前边到后面 而是从后边到前面去数 它是倒数第一 那这个说法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了 好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这样的说法 那我们大家要学习一下 五分之三的话呢 大概是百分之六十 那这里的百分之八十 大家也要记住 要怎么去说 因为在听力练习里边 你有可能会听到 百分之八十的人同意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么百分之八十 80% 可能你在ABCD里边会看到 大部分人同意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个句子就是对的 因为80%就是大部分 most 那么像这样的换一种说法 你一定要能够明白 那首先你要明白 什么是百分之八十 然后你要明白 百分之八十就是大部分的意思 所以在听力考试里边 这样的问题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那另外关于八折 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 一百块钱 它可能会便宜一点 它告诉你打八折 那大家这个地方要记住 打八折在英语里边 是20% off的意思 那汉语里边 一百块钱的东西 如果打八折 那就是八十块钱 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另外就是 在中国呢 如果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去看一个表演 或者去看像故宫 forbidden city这样的地方呢 大人可能是八十块钱 那孩子的话呢 就是四十块钱 这个是半价 那关于半价的说法 大家也一定要记得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成年人八十 孩子半价 那成年人是八十块钱 孩子是多少钱呢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这样的说法 然后是八点三四 那8.34 这样的八点三四 这样的读法和说法 大家也一定要记得 那另外就是这个倍 这个倍 那这个倍呢 在考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八是四的二倍 八十四的二倍 也就是说两个四 才是一个八 那就是说二倍 然后呢 八比四多一倍 如果是用是就是二 如果是比 那就是一倍 比它多一倍 那这样的说法 大家也要记住了 好 这个是关于Numbers 希望大家呢 在听到这样的Numbers的时候 能够可以Calculate 可以算出来 这个结果是多少 好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差不多的数字 我们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有三个词 它的意思都是差不多 不是very accurate 那比如说大概 大概大约和左右 大家要记住这个 大概大约和左右 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一百多个 就是比一百多一点点 那如果有人问你 如果你听到了 我们公司有一百多个职员 那它ABCD里边 它问你 他们公司最有可能是多少人呢 A是99 B是105 那C是238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对的呢 一百多个 那就是105是对的 90多不对 258也是不对的 那么像这样的说法 大家要记住了 另外就是 比如说二十几岁 那二十几岁呢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八 都叫二十几岁 大家要记得这个说法 另外 比如说 至少或者最多 至少呢 就是最最最少 比如说 现在我觉得至少有三十度 那么 如果我说现在可能 现在是二十八度 这个就不对了 至少三十度 那可能就是三十一三十二了 那最多 比如说我们公司最多 有一百个人 那可能就是八十多 九十多 都是对的 好 不低于 不低于 比如说 这个现在的温度 不低于二十八度 那么也就是说 可能是二十八 可能是二十九 可能是三十 因为低是low的意思 不低于就是 不比什么什么低的意思 好 那然后我们看到了高于 就是比什么什么高 然后呢 大于和小于 像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下 要明白什么意思 而且要学会去计算 去calculate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关于number 那你还会在听力练习里边 或者是在阅读里边 看到一共或者总共 all together 或者你会看到增加了 就是increase 或者你可以看到早 或者快 特别是 我开车去飞机场 原来啊 本来我以为需要一个小时 没想到早到了十分钟 好 那问题是 请问同学们 我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到了飞机场呢 那我原来觉得应该是一个小时 但是我早到了十分钟 那就是我实际上 其实一共用了五十分钟 那快也是一样的 然后提前 比如说 现在在中国 如果你想从一个地方 坐火车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提前一个月 去买火车票 多 大 高 长 重 贵 等等 都是在compare sentence 在比较句里边 会 你会听到的 比如说 可能 啊 我们可以说 这个 我的哥哥比我大三岁 我今年二十五岁 那我的哥哥多大呢 当然应该是二十八岁 像这样的Math 这样的数学大家应该要学习一下 好 那还要 还有啊 这些说法 比如说 这个啊 我们已经拿到了五杯咖啡 我们还要两杯 那我们一共是需要七杯咖啡 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在听力练习里面 如果只有一个number 对大家来说比较简单 那如果有两个 或者是如果你需要去calculate 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有一点点难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降低 reduce 减少 也是reduce 然后差 然后便宜 然后少 小 低 矮 短 轻 晚 慢 还要推迟 还要晚点 像这样的都表示late 表示reduce的说法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我去买东西 这个东西呢 要130块 但是我的手里边只有100块 那请问还差多少钱呢 还差30块 大家希望可以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马上想出来 那另外就是 比如说 如果我们坐飞机 那我们现在在飞机场 我们本来应该12点飞机起飞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 我们的起飞时间要推迟两个小时 那么请问 现在啊 其实我们最后要几点才可以起飞呢 当然是两点 因为我们应该12点 但是我们推迟了两个小时 那像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 包括我们的会议推迟 或者我们的飞机晚点等等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听力练习里边 如果听到了关于time 关于number的数字的时候 常常你会听到一个change 一个变化 一个改变 那原定三点召开的会议 改为五点 或者原定三点的会议 推迟到了五点 那像这样的句子 你一定会听到 那如果你听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清楚 原来的时间是什么 现在的时间是什么 那你还要去听 问题是什么 这个就是关于time and number 时间和数字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习的词 和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比如说你听到了 现在树也绿了 花也开了 春天已经到了 我们应该出去走一走 然后ABCD里边给你 比如说五月 比如说十月 比如说八月和二月和三月 那如果他问你 请问现在是 最有可能是几月呢 那你应该怎么回答 春天最有可能是三月 所以呢 像这样的考试 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的 答案很有可能需要你去想一想 那么在你想的时候 像这样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学会 在听的时候能够听明白 然后能够calculate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呢 我们要来练习一下 我们先看A 先看第一个 A是20块 B是30块 C是40块 D是60块 这个是关于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这个也是HSK考试的时候 真的考过的一个题 那我们来听一下答案可能是多少钱呢 大家注意听 大家注意听 是谁 他问的是谁 19 小姐 我女儿多少钱一张票 您好 您的60 您孩子买儿童票 半价 女儿的票 多少钱一张 好 那大家听到了 您 女儿的票 多少钱一张 但是你没有直接听到答案 因为你听到的是 爸爸的票是60块 那儿童票 孩子的票 应该是半价 那半价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30块 很多同学 在听这个考试的时候呢 他听到了60 马上就选择了60 那这个时候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要去听一下 他问的是谁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A是5月 B是6月 C是11月 那D是12月 我们要听一下 是哪一个月呢 22 你们今天讨论的怎么样 有结果吗 大家都同意 把招聘会 推迟到5月12号 大家希望什么时候举行张片会 好 那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因为他直接告诉你了答案 他说的是5月12号 但是你不要 你要注意的是5月 如果你听到了12号 你选成了12月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这就要求大家 在做听力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concentrate 一定要认真的去听 集中精力去听 那么这 我们怎么才能做到 集中精力呢 concentrate 就是你要 先来看ABCD 在听的时候就不要看了 听的时候 认真听 然后直接选择答案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 A是十分钟 B是半个小时 C是一个小时 D是一个半小时 那么大家要听一下 这个duration 到底是多长时间呢 十六 导游刚才说 还要多久 才能到长城 还有半小时就到了 我本来以为 还得一个小时呢 到长城 还要多长时间 好的 那在这个对话里面 同学们也听到了两个时间 对吗 那哪一个时间是对的 我们听了问题是 到长城 还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答案 你可以选择出来吗 好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答案应该是B 半个小时 因为男的说 我本来以为 要一个小时 导游说 要半个小时 那导游说的是对的 我们要选择半个小时 所以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 对大家来说 应该非常简单 因为你直接听到了答案 但是像第一个和第三个 它有两个时间 或者两个number的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那这个是需要你去想一想 你要去认真的听问题 所以像这样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题目 在HSK四级听力考试里边是比较多的 那这样的题目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你是要听清楚谁A和B两个时间分别这个subject是什么 然后另外你要去听清楚问题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两个我们都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的 那关于时间和数字我们就学习完了 如果你觉得还有很多词你不太清楚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拍照 take picture 然后呢 你自己下课以后去学习 如果你还有问题不明白 你可以给我们发微信 我们老师会帮助你去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要先休息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 关于性格 关于态度 关于心情的词汇 那这些词汇也比较难 所以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认真的学习 那现在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